接下来,假设,因跟果如果有自性,自性就被固定的。 自性就是被固定的。因跟果若有自性,因固定在因,果固定在果,因为有其自性,则因与果,因互亦,这当然不一样。 因是因,因有自性,果果有自性,然而果,现在的果,又可为因而生出果。 果与因就变成一样的性质。 现在,因为因,为果,是果。因是因,因为果是果,因是因,就是严格说起来。 有其自性的话,果就是果,因就是因。 果真是果,就被固定起来了,就不应当再成为因了。 比如,以成为金,不互为矿。矿是因,金是果。由矿之因,生金之果。 但不可能由金为因,再生出矿。这一段是在强化。即便果,就不能为因。 如果可以,这表示,如果可以,就是因不一定是因,果不一定是果,就是空无自性的意思。 才能够辗转互为缘起。意思就是果非果,因非因。 如果可以,就是辗转互为缘起,果非果,因非因。 这表示,两者皆空无自性。 所以,才能这样变来变去,互为因果,辗转无穷。 你没啥表情呢? 难吼?这段很难嘛。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再解释一遍。 这一段,辗转互为缘起,我再举个例子,看你听得懂吗? 辗转互为缘起,自性无性。 譬如说,爸爸,爸爸,跟儿子。 如果爸爸,固定是爸爸,儿子固定是儿子了, 爸爸永远是爸爸,儿子永远是儿子。 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空无自性,有真真简简。 儿子长大以后,结婚,儿子会做什么? 也会做爸爸嘛。 虽然是果,可以做未来的因嘛。 做了未来的因。 所以果,没有被固定,又为未来的因。 是这个意思。 再看一次。 辗转互为缘起,所以其性本来就是空无自性。 意思就是,正因为空无自性,所以能够辗转互为缘起。 也就是,是因生果,果互为因。 因,又再生果,如是互为因果,辗转无穷。 接下来,就是把它固定起来。 如果因跟果,都有自性。 因是因,果就是果。 因不能变果,果不能变因。 如果说因跟果,有其自性。 因跟果,应当是互互,对不对? 现在呢,如果,然而果又可以为因而生出果。 果与因,就变成一样的。 一样的性质了。 意思就是可以互换。 那么现在,又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果是果,因是因。 因为果是果,因是因。 那么,若真的是果被固定的, 那么就不应当成为因。 意思就是不可能了。 果又变为下一次的因。 因为被固定了,有其自性吗? 如果果真的有其自性,被固定了。 那么不应当再成为因。 譬如已经成为,这底下是比喻了。 就是因果不互换了。 果被固定的。 譬如已成为金,不互为矿。 矿是因,金是果。 由矿之因,生金之果。 但不可能由金为因,再生出矿。 如果可以,那么这表示二则,切符自性。 所以才能这样,变来变去。 互为因果,辗转无穷。 义贯,这大会,因何名为无形空? 即此,依之,五印为我。 我所如是起祸,造业,而成之行,本至空己。 诸位,本至空己,万法,回归当下, 其实就是涅槃。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涅槃? 就是当下。 如果离开当下,还有涅槃吗? 自性就是涅槃嘛。 自性真如,当下就是真如。 当下空己,当下就是涅槃。 当下无来气,当下无生俭。 当下就是智杰圣智。 就是通通的当下。 如果有人问你,大吉士,什么是涅槃? 你就跟他讲,当下就是涅槃。 他说,大吉士,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就好了,我说你也是听不懂,你忙又问我。 这样,事情就改划了。 阿弥陀佛。 有时候应付一个,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什么是涅槃? 当下就是。 现在就是涅槃。 不在乎都找涅槃。 你要哪里去找涅槃啊? 什么叫智杰圣智? 当下就是智杰圣智啊。 什么是真如? 当下就是真如啊。 这颗无所住的心, 无相无念无助的心, 就是真如啊。 不在乎都找。 万法回归当下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参禅不懂得这个道理。 你坐在那边,一辈子不起坐,你也不能开悟啊。 所以,接下来啊。 这大会,银河铭为无形空, 即使, 一之无应为我,我所, 如是起获照夜而存之行本之空击, 然之或夜行三者, 且转转互为圆。 或夜夜行行又一或, 互相为圆而生起, 就像一个失踪啊。 就像一个失踪而生起, 故知或夜行三者之自信, 使为无性, 这为无自性, 那么才有办法转变命运。 无自性, 才有办法转变无量的美律。 无自性, 才能转变自己的圣志。 无自性, 才能转动大法轮。 若有其自性, 你死了, 你死活了。 有自性就是死活了, 未顶未当。 无自性, 就可以转变万法, 转动万法。 万法若有其自性, 万法死定了, 所以就会堕入常见万道了。 常见万道怎么奇妙用呢? 是不是? 视明为无形空。 无形空。 在这诸位, 因为万法是空无自性。 诸位, 万法如果有其自性了。 诸位, 生长出来的水果, 生长出来的水果, 如果有其自性, 一长出来, 就有其自性。 请问水果, 会不会由酸变成甜? 不会, 也就没人当啊。 自性就是巩固的嘛, 有其自性嘛。 对不对? 就像老虎啊, 老虎有虎性啊, 老虎当然就是没有人啊, 没有人性啊, 老虎不是牛啊, 老虎有虎的性啊, 对不对? 被固定起来啦, 当然是站在假象的角度说啦。 因为老虎空无自性, 所以老虎死了以后, 有一年, 再妥胎成人。 对不对? 所以老虎也不一定, 永远是老虎。 所以, 这个空无自性的意思, 才能够转动一切万法。 啊, 啊, 请问呢, 如果一个小女孩, 一出生, 就有其自性。 请问这个小女孩, 以后会不会变漂亮? 不会啊, 你常常这样。 大陆有一个, 一个男孩子, 身高多高你知道吗? 身高, 啊, 一岁的时候, 那么高。 两岁的时候, 一点点。 长到二十岁的时候, 也是那么高。 多高? 六十八公分。 二十几岁哦, 六十八公分。 六十八公分。 他的名字叫吴康。 口天舞, 健康的康。 六十八公分。 他从两岁开始停止成长。 你看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baby, 可是他是二十几岁。 你后一个好主, 看电影也不用钱了。 坐高梯也不用钱了, 都不用钱了。 他就一直财, 都没上当地。 这就用了这个, 有其自性。 后来啊, 他爸爸, 哎呀,很烦恼。 儿子啊, 这这么大, 年岁越来越大, 只有六十八公分。 拿什么东西通通要垫椅子啊, 拿什么通通要垫椅子啊, 拿什么通通要垫椅子啊, 六十八公分啊, 六十八公分啊, 像小二, 两岁, 两岁, 不是小二, 两岁的, 身高啊, 活到二十几岁, 二十五岁, 还是六十八公分。 后来啊, 他爸爸, 带他去看医生, 因为需要一点钱, 再去大都市里面, 去请教那个比较强的医生, 这强的医生, 就把他扫描, 通通扫描, 断层扫描, 没有脑下垂体。 脑下垂体的成长基数, 零, 没有办法性成熟, 知道吗? 我们性成熟, 男人有男人的特征, 性成熟嘛, 男人的特征, 就是性成熟, 就是杀咬, 对不对? 男人的特征, 冲动, 脾气不好, 男人的特征, 喜欢看女人, 性成熟的时候, 对不对? 男人雄性的器官, 他就是性成熟, 没办法, 他没有成长基数, 对不对? 没有, 后来他爸爸妈妈, 再生一个, 他的弟弟已经长到一百七八十公分了, 他还是六十八公分, 出去他哥哥, 他弟弟都抱着他哥哥, 用抱的, 用扑的, 用扑的, 六十八公分, 很苦恼, 什么医药都没办法。 后来, 听说去美国, 有人跟他建议, 说你可以打那个成长基数, 成长基数啊, 就花了一些钱, 成长基数, 打针打针打针, 打成长基数, 花了不少钱, 长多大呢? 长一公分, 六十九, 六十九公分。 我请问, 如果六十八公分坐了, 你没看到师父啊, 你没看到师父啊, 咱们知道了, 我又不少了。 你如果看到冲国踏路, 你看了你就会很安慰。 哎呀, 人生如果遭遇到这样果报, 又是爸爸妈妈生的, 啊怎么办? 那凉拌啊, 怎么办? 一辈子都是六十八公分啊, 那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讲话像小女孩, 小男孩一样的, 他说, 你有什么愿望吗? 那个阿康儿就说, 我希望我快快长高啊, 能够像一般的男人啊, 蹦蹦跳跳, 我能够好好的读书, 写一机之长, 我要供养我的爸爸妈妈, 我要养我爸爸妈妈。 诶, 这个六十八公分的吴康儿还蛮孝顺的, 有那个愿力, 他说, 那一辈子, 那一辈子, 那医生就说, 那没办法啦, 没办法, 六十八啊, 这六十八公分, 如果小宅玩了, 那不宅玩了, 也是差不多这样。 好, 明天上课, 明天上最后一堂课, 大概前面两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上完, 上完, 那么两个小时四点以后, 大概就没有课了, 没有课了, 看我的进度啦。 那么我们, 这位, 电话背一下, 2013467。 2013年4月6号、7号。 不然你们不记住啦, 电话背一下, 我的电话, 2013467。 这卡电来, 请不设备来。 那背起来, 20134月6号、7号。 我告诉你, 厉害厉害的人, 要用方法去记。 我们读书的时候, 读书读不来的, 我们那个头脑好的, 用个办法, 他就完全记住了。 就完全记住了, 想一个办法。 20134月6号、7号。 最后呢, 祝大家农历年快乐。 农历年快乐。 然后,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二月份, 三月份, 不上课, 又碰到农历年。 又碰到, 慕无佛山。 这是能切经哦。 不是其他的课程哦。 你不能二月、三月份, 都没来呢。 是有活动, 我现在是在说能切经呢。 整个人说一说, 勇敢无心, 他不知道就是说。 文书讲到二月、三月, 全部听课。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 都听课。 不是这个意思哦, 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有一个附带。 因为有的人, 智商真是很严重。 我说的, 你二月、三月, 都没办, 没来。 不是这个意思, 持有能切经。 然后四月份, 四月六号、七号, 大家我们再来见面。 为什么呢? 因为师父已经讲完能言经了。 那么这个能切经, 讲第二套, 明天就结束了。 这样讲一讲一讲, 也讲出一点成绩出来。 算是不错。 在座主意, 你有感觉这个, 两切经真好吗? 这真是真好。 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心得四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验身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下课啊。 有些词,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在座主意, 不退菩萨为伴侣。 四百零五頁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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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零五頁 雲和一切法離言說空 為妄想自信無言說故 一切法離言說 四明一切法離言說空 說什麼是一切法離言說 所以離言說就是一切法性不可說 法性離言本不可說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大道本無言 法界本來就無所言說 自信本來就空 所以為什麼一切法是離言說空 是為妄想自信 因為原文字是由妄想 所創造出來的 但是捏盤清淨自信不被創造 也不被發明 凡是被創造出來的都是生命的東西 都是知識性的東西 都是常識的東西 凡是被發明出來的 那麼都是後天所造作的 不是法性本然 我們修行是開采本有的妙性 叫做妙性天然 所以佛性不被發明 也不被創造 那麼對一個正量的解脫境界的聖者來講 大物見性 他不是神話 也不是傳說 他是如此真實的解脫正量境界 因為他沒有妄想 沒有妄想 因此唯有涅槃的妙性 憎悟到涅槃妙性的聖能 才能夠見證整部佛教的歷史 也才能契入整部佛教的核心價值 整部的佛教的核心價值 就是涅槃 就是涅槃 所以涅槃不被創造 也不被發明 創造的東西是生命 發明的東西是知識性的東西 是常識的東西 它不是本有的清淨自信 本有的清淨自信 不是常識 不是知識 更不是意識 它是無分別的限量解脫境界 完全要契入才有辦法 所以唯有正德涅槃 才能見證整部佛教的歷史 為妄想自信 因為一切法 包括語言文字 都是妄想自信所起的 既然是妄想自信 所以怎麼樣 無言說故 實在是無有能說還有所說 無言說故 沒有能說的語言 也沒有所說的這些外相 或者是外法 因為能言的妄想 或者是所言的這些外性 都不可得 是一切法 離言說 一切法 如果底下加一個性 就更清楚 一切法性本空 本離言說 是一切法性 本來就離言說 也簡單講 佛法之所以難 就是難在 因為它不是語言 不是文字 不是知識 不是常識 它不被創造 也不被發明 它是妙性天然 恢復每一個人本有的 無言說 無文字 沒有心言相 沒有語言相 沒有言說 沒有文字相 這個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所以一個人沒有拿 達到這個自圓 自信的清淨自信的時候 他就會找某一種善巧方便 直以為實 然後一輩子 就做這種動作 就誤認為 這個就是佛教 而不曉得 這個佛教的邊緣 邊緣地帶 不能說不對 但是也不是正法 這個就非常麻煩 所以我們 後代的修行人 之所以把佛教邊緣化 商品化 或者是一些 這些 種種的善巧方便 都抓不到佛教的核心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沒有緣 沒有盾 沒有套 沒有契露 真實的佛教的滴滴大空 的禮 所以我們所作所為 這變成一種 好像對又好像不對 這個叫做邊緣的佛教 走在佛教的邊緣 你別說放生 你不能說放生 不對啊 但是釋迦牟尼佛在世 是每天做這種工作嗎 他放生 你還不能說他不對 這個就是佛 佛教裡面 就有很多的善巧方便 這些善巧方便 本來就 跟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不是很相應 但是 它符合 菩薩的慈悲的精神 也不能說他不對 這個就很麻煩了 這因此很多事情啊 只能做 不能說 有些只能說 就不能去做 所以一切法離言說 世民一切法離言說空 為一切法 即為妄想自信所起 即是妄想自信 即是十五有能言說 或者是所言說 諸位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重點 眾生活在妄想自信裡面 自己不知道 也就是什麼叫做無知 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無知 那叫做無知 什麼叫做妄想 因為自己不知道自己那個叫做妄想 這個叫做妄想 所以除非你很能 觀照照見 這個妄想的深注意面 那個動念 要不然我們的妄想 毫無所需 完全掌握不到 那個叫做妄想 所以這就是妄想自信 是因為它來自一顆無明的心 所以一般凡夫也沒有辦法發現 甚至掉進法直的一種妄想自信 仍然只以為真實 自己覺得自己很有修行 即使有能言說或者是所言說性 但是一妄想性 全部都是妄想 所以故一切法本离言說 是名為一切法离言說空 离言說空 這個當然就是聖人的境界了 因此啊 只要掉進去語言 事物上 以前講過掉進去語言 或者是在網路上爭論 這個都是掉進去語言的陷阱 語言的陷阱 那麼如果大物漸信的話 它不會掉進去語言的陷阱 它用第一地真實的本性本性來修行 就無言說 沒有能說 所以它不會做那個沒有意義的動作 全論 這一節總顯生死 與涅槃等一切明言俱空 為什麼呢 因為 對凡夫來講有生死 所以二生人覺得生死很可怕 六道苦不堪言 逼迫人 內心無比的煎熬 出離心非常的強烈 因此趨向於涅槃 那麼趨向於涅槃 找一個無為的涅槃 又變成了不究竟的生命 因此 生死是對涅槃講的 涅槃是對生死講的 佛說法 這裡要稍微點醒大家一下 佛說法 從凡夫一直到成佛 它是有次第的 同時沒有辦法一觸幾乘 所以它就告訴二聖人 確實有涅槃 生死很可怕 生死很可悲 逼迫人家 因此有苦疾滅到 那麼對一個大物的聖人 生死本空 涅槃還是空 同一空性 並沒有兩種空性 因此無所謂的生死 也無所謂的涅槃 生死對涅槃講的 涅槃是對生死講的 這是兩種對立的東西 只要是對立所顯的東西 進食代謝的名詞 就是生命的意思 不究竟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真如 並無生死和涅槃 生死是顯涅槃 而講涅槃是因為顯有生死 這樣對立的東西 永遠都不能棄入真如 真如無有生死 也無有涅槃可得 若遭一個涅槃可得 即成生命 所以佛說呀 無神即是正量的解脫境界 無神不做無神解 無神若有所解 無神即成生命 真如不可解 真如只有結果 沒有如果 大物見性的解脫境界 只有結果 沒有如果 結果就是回歸當下的意思 回歸當下的意思 回歸當下的意思 所以這一節中顯生死 以涅槃等一切名言俱空 為什麼連涅槃也要空呢 為什麼連涅槃也要空 找一個涅槃 唯有自信 這個涅槃就是生死法 所以禅宗裡面講 求涅槃得生死也 求大涅槃則得生死也 涅槃不可求 本性具足固 求大涅槃即去向於生命 所以求大涅槃得生死也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 是一切法 就是有為法 以及無為法 這個仍然是 兩個角度 來襯托出來 有為法是對無為法講的 無為法是對有為法講的 也就是世間法 以初世間法 其實本來無二法 世間法空 必盡空即 初世間法 仍然必盡空即 早已生命 叫做世間法 不早已生命 叫做初世間法 早已生命 必盡空即 你就是不執著於生命 說我不執著於生命 仍然落入生死 不生命本不可說 不必講鑿跟無鑿 所以這個世間法 以初世間法 本來 當體極空 就是第一地大空 所顯的差別像 第一地大空 所顯的差別像 就是沒有差別 而此諸法 本無言說 唯一眾生妄想 而生言說 因為眾生 有妄想 所以言說 所以有所言說 若妄想不生 這一切了無言說 如果妄想不生 沒有能說 那麼一切都是真如 這了無言說 而且一切諸法 本即滅相 這個本字 就是法界 法性 本來的面目 就是即滅相 何以眾生不能理解呢 不能體悟呢 是因為眾生妄想不斷 生生滅滅 滅滅生生 一無業力 動念 就會產生造作 造作就有業力 業力它就會牽引 而不了解諸法 本空的即滅相 因此啊 二歲人怕生死 求捏盤 仍然沒有辦法得到 究竟真如即滅相 這個即滅相 就是法界的真相 這個就是佛陀發現的 是法界性必盡空啊 佛性必盡空極啊 眾生性還是必盡空極啊 究竟平等 因為諸法本至即滅相 所以佛佛道同 就是這個道理 且一切諸法呢 本即滅相 意思就是 一切諸法本來就是 畢竟空極啊 此是法界實相 法界實相 不可以壞言起 但是所有的言起 都是即滅相 眾生沒有發現的是什麼 就是 紛紛擾擾的世間 總有東西去造作 總有東西去成就 總有東西去執著 總有東西去分辨 不了解法界的實相 實相就是無相 無不相 實相就是無相 就是諸法本空 無不相是不壞言起 因此不能著 無也不能著有 所以 提悟到法界實相的人 了解無相無不相的道理 因此啊 一切法不可以延宣 不可以說 所以佛說 一切法離言說空 一切法離言說空 正聞到一切法離言說空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是聖人的境界 聖人的境界 等如虛空 等如虛空 那麼 我舉兩個例子 如果有的人 如果有的人 用惡言 對聖 聖德 聖人的境界 來 來傷害 來毀謗 就像一個人 射這個劍 往虛空這樣射 往虛空這樣射 射的時候 射上去的時候 這個劍的勢力盡了 這個劍 它還是會掉到地上來 當你保持 如如不動的時候 當你保持 如如不動的時候 所有的惡言 相像 都傷害不到你 因為聖人的凶量 等如虛空 等如虛空 第二個例子 有一次 波羅門 一個年輕人 來到佛前 用惡言相像 對著佛 佛都沉默 佛都沉默 所以 徐坦 你為何不說一句話呢 佛陀就說 如果有人 辦了很豐盛的韭菜 要請客 那麼客人沒有來 你說怎麼辦呢 他說 那就自己吃囉 侮辱別人 人家不理你 到最後 侮辱就會變成 侮辱自己了 所以 這就是為 對於外境的 所有的 這些言說像 這些侮辱像 這些 你只要保持 那個如如不動 心等如虛空 傷害不到你的 如果一個人 還沒有到 正量的解脫境界 你只要保持 如如不動 不取向 你所有的傷害 會降到最低點 會降到最低點 因為 你揮霍了理性 你揮霍了智慧 如如不動 他就是 很有理性的人 如如不動 是很有智慧的人 很有理性的人 跟很有智慧的人 他就會善巧方便 來處理一件事情 他的傷害 會降到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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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有個徒弟 要問這個禪師 說師父師父啊 什麼是佛 師父就跟他 開悟了 佛本不可說 萬法本來就無言了 說佛有一種東西 那個就不了解佛 所以一切法性 本來就離言說 萬法本來就空 當然就包括語言 這是聖能的境界 接下來 迎合一切法 第一義 聖至大空 為得知皆 聖至一切見 過 习其空 是明一切法 第一義 聖至大空 迎合一切法 接入於 一切法 接入於第一義 聖至大空 為什麼一切法 乃至一個顆粒為成 乃至你的內在的起心動力 其實本空 都是第一義 聖至大空 換句話說 你懂得回歸當下 那麼 你 開悟的機會就很大 解脱的 這個力道就會很大 因為一切法 其實都能夠 棄入第一義 聖至大空 為得知皆 聖至 因為啊 是怎麼樣 叫做第一聖至大空呢 這是聖能正德的自覺聖至 那 那麼 以 真實的智慧 來看到一切凡夫 一切凡夫怎麼樣 是一切凡夫 有種種的妄見 見 不是見有 就是見無 見断 見長 一切見 凡夫見 二聖見 菩薩見 外道見 佛見 或者是偏見 凡夫啊 總起一切 妄見 惡見 邪見 偏見 偏見 過就是過惡 因為凡夫啊 雜染三頁 雜染三頁的意思就是身口意不禁了 身口意不禁了 無事接來 他所存在的這個习氣太重 過惡的 惡劣的這個 妄念太重 身口意 沒有辦法達到佛的完全絕對的清淨 所以我們有過惡 而這個過惡 底下更連帶出來的就是無名习氣 這是凡夫 凡夫有一切 妄見 惡見 邪見 偏見 凡夫有雜染三頁的過惡 還有無量 無死接來的無名习氣 而這些 對聖人看 是本來就空 本來就空 本來就空 所以 什麼叫做智傑 什麼叫做聖人所贈得的智傑 甚至呢 就是斷了 凡夫一切妄見 一切惡習 一切過惡 一切無死無名乃 因為他們自性本不可得 空無自性 所以一切放箭 本空 一切過惡 雜染三頁 本空 一切無死無名 其其本空 如是所空 既空 能空 當然也不可得了 這達到諸法 畢竟空 那麼世間法 畢竟空 出世間法 還是畢竟空 是出世間法 都是同一個空性嗎 就正得了第一聖至大空 四明一切法 第一聖至大空 翻過來注視 406 所以一切法 第一聖至大空 為一切法 接入第一聖至大空 為得自覺甚至一切見 過惜其空 見這指反外 諧小一切忘見 惡見 諧見 偏見 反此等見 皆以凡義忘情忘禍而有 這個見 用現在的觀念 就是強大的觀念 現在有語言來講 就強大的製作的觀念 這個不只是凡夫 這一切修行人 還沒有達到自言自盾的時候 看了某一本經典 就一直製作這本經典 就是最究竟的 看了某一本論典 就是製作這一本論典 就是唯一 傳佛唯一 沒得討論的空間 其他不看不聽不聞 所以不只是說 沒有學佛的人 有觀念上的製作 就是學佛的人 仍然有強大的 法律的觀念 我們修自言自盾的法 要給他一個寬恕跟包容 你看兩個人變得面紅耳赤 那麼就是沒有站在 自圓自盾 自圓之教 自盾之教 既有盡之教 其有所真呢 兩個真的面紅耳赤 你修你的念佛的 你修你的 那是某一部經典的 經論的 這樣變得面紅耳赤 有什麼意義咧 這沒有意義咯 又不是孟子講的一切好病在 已不得已耶 是不是 就是 究竟真如的東西有可辯論嗎 你像虛空 哪裡大哪裡小 哪裡左邊哪裡右邊 虛空什麼顏色 青黃四白 不對 長短方言不對 虛空 什麼時候爭論過 沒有 所以 在爭論裡面 這一切的修行人 看得不夠遠 不夠頓的時候 就會變成佛教的邊緣人 走在佛教的邊緣上面 你還不能說他不對 可是他完全不了解 佛教的核心是什麼 比如說 台灣 很多人 哎呀 燒了 很多的往生籍 往生籤 怎麼說呢 映光大師就跟你講的 那個不可燒 直接燒了一堆 是不是 凡夫有凡夫的支箭啊 對不對 還有的人 也燒了一堆 紙壺的房子啊 那燒 他覺得這樣燒舒服啊 笑道啊 是不是 因此啊 不只是凡夫 有某一個角度的製作 就是修行人 這種妄知 如果不出掉 仍然不能成佛 因為他沒有負責因言 接觸到自言自盾 最究竟的圓滿法 所以他說的話 都有缺陷 為什麼 他执著某一個角度 就會視起另外一種角度 那 皆以凡夫 忘情忘惑而有 而忘情忘惑其體本空 意思就是 眾生所執著的那個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故以折起的諸見 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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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頭上鞍頭 清淨心裡面沒有諸見 若見諸向 非向 極見如來 若見諸見 非見 諸見如來 極見如來 如來本來就無所見 本來 為什麼 空不自信 其有種種的賤呢 這個賤 就是強大的觀念 強大的執著 對某一種角度的執著 所以諸見一空 過 就是過二 指凡夫的雜染三頁 雜染三頁 那麼這個雜染三頁 在凡夫頁裡面 尤其看得清楚 比如說 要打牌 他可以打 打到那個麻將 可以打白天打到晚上 晚上打到白天三天三夜 可以不吃不喝 哎呦 這樣子 沒聽過有人修行人修道 這個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 還很少聽過的 用這樣拼了老命念佛 那決定上品上身的 可是眾生喜歡這個啊 雜染三頁 神口亦不清淨的 習氣 無名習氣 這一切逐漸 過二 無名習氣 聖能予以正德智節聖智的時候 以真實的智慧造了 如是了之這一切 皆是本空 如是所空 既空 能空亦空 能所皆空 則是畢竟空 能所皆空 能是指忘心 所是指忘境 啊 忘心就是世心分別了 所以我們修行啊 沒有用本性修行 不叫做根本修行 也不叫做如實修行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如之 也沒有那個真如的實際的功夫 如實修行 如就是真如 實就是實際 真如實際 就是正道法界性必盡空 即用這個心 本性本性來修行 才有辦法達到能所皆空 才有辦法達到必盡空 一貫是銀河 為一切法 接入第一 聖智大空 為聖能 一正的智節 聖智的時候 以真實智 是關鍵凡夫 一切逐漸 三夜過二 無明妄想習氣 細節本空 如是所空 既空 能空 易空 及達必盡空 作為這個無明妄想習氣 細節本空 是對究竟明理的人 對於不明理的人 凡夫 他會被妄想習氣牽著走 就是出家 一樣 如果不下功夫 下肌定心 仍然會被無明妄想習氣 拖著走 出家 如果你 沒有找到真實的善知識 大物見性的聖能 沒有找到好的道場 你剃度出家 剃度出家 你只是把煩惱 然後帶到另外一個空間而已 並沒辦法去解決它 解決內在的煩惱 有三股力道 一 要有大物見性的聖能 二 要有好的環境 三 自己覺悟的力道要很強 很強 就是我今天下定決心 那麼出家 那麼走這條路 不可動搖 那麼這個孩子 就有這個能力去突破 所以有時候啊 出家前要很冷靜 有時候出家 比在家的問題更多 有一個女眾呢 她也很坦誠 我也很讚嘆她 她說我出家來啊 我這個言語就是斷不了 她不會去犯根本戒律 她說她這個難力的這個念頭 她說還非常的強 她說她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辦 去處理這個欲望 她說 我呀 熟 去接受人家供養 我那心裡面無比的慚愧 我不去犯大戒 可是我有這個念頭 不知道要去怎麼樣去殺掉它 去放掉它 我就寫信跟她 告訴她 你做不敬觀 她說有觀啊 沒有笑 我說那你就白骨觀 她說也觀啊 也沒笑 那你就圍成觀 她說也觀啊 我通通知道一切有違法 如夢荒霸 我講起來妥妥是道 可是只有這一關就沒辦法 押不下來 她出家十年 一直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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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我叫她說 要不然你就去看醫師看醫生 她說 這個怎麼開口啊 開不了口 開不了口 那有一個女眾也是這樣 那個在交集室也是這樣 那一方太強 那我就跟她講 那麼你就去看看醫生吧 看看醫生 醫生跟她講 這很正常啊 是人都會這樣子啊 哇 醫生說很正常啊 哦 那就世間法講是正常 那麼出世間法就不太正常了 要了生死這一關再不斷 那沒辦法的 所以有時候她出家變成苦惱 她說師父啊 我該怎麼辦 我現在把所有的供養的錢 因為我不敢送人家供養啊 我呀 每天吃了少許的這個比丘 我要還俗 我要一還俗 家鄉的人都知道我出家 我那個家鄉的人 對不對 以前出家的時候大陣仗啊 搞了很大 現在下不了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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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供養啊 盡量優給師父啊 你去一弄眼睛 我覺得我不夠資格受人家的供養 受人家的供養 所以說出家還不是這樣子 問題就解決了 有時候問題就更複雜 接下來 有世間既空啊 出世間也空 是出世間同一空性 是明為一切法 接入第一甚至大空 406 是銀河比比空 為一筆 無比空 是明比比空 大會 譬如 露子母色 無象馬 牛羊等 非無比丘 眾而所比空 非色色性空 亦非比丘 比丘性空 非一處無象馬 是明一切法 是明一切法 四項 比與比 無比 是明比比空 是明七種空 這一段 自己看 沒有幾個人看得來 很難的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他這個 真的要了解 裡面的真實性 義理很難 但是呢 如果師父把它解說 你會發現它很簡單 它很簡單 最主要它的語言太省念 而且講的某些東西 就我們來講 沒碰過 所以覺得非常的陌生 其實不是很困難 對天啊 雲和比比空 什麼叫做比比空 外道之人 位於比 就是以比處 無比 無比物 所以你這個 第一個比的下面 加一個處 處所的處 那麼第二個比字 底下加一個物 與比處 無比物 名為空 這樣看 就比較容易看得來 與比處 無比物 名之為空 是明 比比空 所以大會 譬如 鹿子母色 這個鹿子 是人的名字 它的母字叫做皮色區 皮色區呢 就是 尤佛儀 她是非常尊敬三寶的 她為比丘造了一個金色 來做供養 因為她的母親 是三寶弟子 所以知道在金色內 不可以去養一些香啊 馬啊 牛羊 因此啊 以清靜的修行 所以叫做露子母色 叫做露子的母親 為比丘建造了一座金色 這個外道 怎麼解讀這個空呢 啊 建色內 這個金色呢 這個外道人 來到金色內 你看 嗯 這個金色啊 沒看到像 沒有續養這個像 也沒看到羊馬 養牛 或者養羊 等等 非無比丘 眾而說空 並非見到 啊 這個金色內 沒有比丘 說空 而說比空 是怎麼樣 眼見為平啊 啊 這個金色本來就是要續養 像 馬牛羊的 現在我來到這個 露子母 金色啊 沒看到 像馬牛羊 我說這個就是空 並不是啊 啊 啊 見到啊 並非見到的色內 金色內 啊 無比丘 而說那個是空 也不是說用正確的智慧 非色色性功 也不是一非用佛所教的政治 造建 其色 色性空 因為金色意是緣起法 啊 非 非色就是一非啊 其色 用正誌造建 這個色性 金色的色性 空 空就是空不自性 所以叫做非色 並不是用正誌造建色性空 啊 然後 一非 也不是說 看到 比丘 比丘 都是五印 神 所構成的 五印本空的比丘 一非見到 五印本空的比丘 或者是見到 造建到 比丘五印 五印本空 接下來 也 不是其他的地方 沒有像馬 而說空 這叫非一處 無像馬 而說空 啊 只是說眼睛 在這個地方 比 在這個地方 沒有這種東西 就 一比處 無比物 就說空 就是眼見為平了 就是 現在人講的 我眼睛 在這個金色裡面 這個 去仰出生的地方 沒看到出生 就是一比處 無比物 我就說這個空 眼見為平 啊 四明 啊 忘記一切法 之志向 意思就是 這樣就虛妄地記著 一切法 的志向 說那是空 不知一切法 它本來就空 比就是外道人 比 比 無比 四明 比比空 你看這樣 整個字 比 一比 一比 一直出現 你看看 這才幾個字而已 那個 多少個比 啊 所以要稍微 做一下筆記 你才看得懂 比 是指外道人 外道人 與比 就是比處 無比 是比物 所以第一個 比是外道人 第二個 比是比處 第三個 比是比物 沒有那種東西 比處無比物 比一 比無比 而且 上那跨物啊 對不對 看不懂嘛 是不是 所以 比外道人 與比處 見無比物 是明為外道人 所执著的 比處 無比物 的比比空 便說這是空 我眼睛來到金色 我來到金色 眼睛沒有看到這些畜生 以比金色 見無比 畜生之物 而所比比空 所以這比比空 要稍微背一下 一比處無比物 這樣就變起來 前面六個 是修行人 所見到 甚至 聖人所見到 智慧的空 這個是外道 粗糙的空 是明七種空 師父把他貫穿一下 銀河是外道人 所執著的 比處 無比物 的一種空 所以外道人 唯一比處 無比物 明之為空 是明比比空 是明比處 無比物 是空 大會 譬如 入職之母 為比丘 建造的這個金色 外道人 來到這個金色內 看到這個金色 根本沒有像 馬 牛羊 也並不是說 見到色內 無比丘 而說 那個是空 也不是用正確的智慧 非色 就是非色 就是一非正至造建其色 叫做非色 一非用正至造建其色 色性空 而其色 是元其法 是性空 色性 控制性 也不是 見到比丘 皆是五印 所集合的比丘性空 也不是 其他的地方 無像馬 意思就是一非 就是除了 見到金色 沒有像馬以外 其一切 無像馬 跟我無關 並不是 見到其他地方 沒有像 沒有馬 而說空 只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此處 見到這個 無比物 就是眼見為平 而說空 比處無比物 用眼見為平 只在一處 做就做結論 眼見看到 就做結論 比處無比物 就做結論 眼見為平 世民 忘記一切法之至性 而不知道一切法 本來就空 比以外道人 以比處無比物 世民為外道人 所邪忌的 所希望 邪見 所執著的 比以比空 使命七總空 好